全台水情严峻苗栗台中北彰化从4月6日起实施供五亭二的分区限水 不少家庭以不洗衣服来应应 但有些弱势家庭的子弟因为没有多买制服 因此无法替换 大理有里长就号召学区内国中的家长 能够将多余或者是已经毕业的制服捐出来 让学区内有需要的学童可以有制服能够替换 物尽其用不浪费 欢迎大家一起响应爱心 里长与众人号召捐制服因为全台水情严峻 苗栗台中北彰化从4月6日起实施供五亭二的分区限水 连停两日的限水措施 可能导致弱势家庭的子弟面临无干净制服可换的窘境 那我们担心说有的学童他的制服根本不够 像如同我家自己的小孩也只有两套的制服 那有很多比较需要的家庭 那我们就来跟学校这边来发起 社区里面有没有家里有毕业的学长 或者家里有多余的制服能够把它捐出来 给有需要的这些学统来使用 里长表示连两日停水 不少家庭以不洗衣服来因应 但有些弱势家庭的子弟 因为只准备了一套制服 一套运动服 加上国中生没有便服日 跑跑跳跳 难免汗流浃背 衣服臭红红 因而对学习造成影响 因此希望结合学校发起捐制服活动 物尽其用不浪费 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就是在三年级学长姐要毕业的时候 就会鼓励他们 如果你的服装状况还不错的话 欢迎可以留下来 给一些学弟妹家境比较辛苦的 可以让他们来使用 把这样的爱可以传下去 目前募集到制服的套数 还有待努力 地方希望这份爱心 民众能够多多响应 也能扩及到临近周边的国中 一起洗手度过缺水引发的难关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